大三碗 我大兩碗要洗的 先坐 先坐 边装剉冰 边招呼客人 另一人接手 临上昏貴珍珠黑糖凍 同时还得备料捕获送餐 小摊位挤了三个人 好忙好忙 夜阳高照热到不行 下午两点台中老字号米苔木冰店 难得出现排队民众 不然做什么都没有 今天算不错了 当然是开心 看到人潮回流 老板娘心情大好 另一家浮夸系冰店 同样涌入不少顾客 就是让它看起来还是满满的感 让大家可以吃到很多果肉 新鲜芒果铺满一整碗冰 顶端还有布丁冰棒 满豆快溢出 好天气带动生机 业者说芒果冰 芋泥 冰销量最好 但想起两个月前 疫情加上天气不稳 销量只有各位数 这几天气温飙升 三天卖出白丸已胜 苦衩到现在 终于有的转 稍微比较稳定一点点的状态了 不像之前可能就真的 每天心脏都有一点要停止的感觉 很多人他们太久了 又天气热的关系 所以说都跑出来 市区这间网美冰店 以冰淇淋泳池打出名号 梦幻造景城打卡热点 先前疫情影响业绩惨掉六成 靠着这波天热商机 人潮回流八成 当天来客宿可能会有170 180 可能还会有到190的程度 天气真的很热 而且在家这里很无聊 所以大家会想要出来多走走 疫情捣乱 业者没生意都快闷坏了 没想到这波高温热天 带来人潮生机 民众吃冰消暑 老板赚钱也笑了 在王朝菜顿银台中报道